好 有了 我來看 好的好的 OK 用Light at聯繫我 心田老師 我們心田老師 我在 Yeah 昨天打疫苗 今天身體狀況還好嗎 OK嗎 今天有點小累 對啊 所以我們先小聊一下就好了 小聊一下 不要讓你太累 對對對 今天就不聊那個 那個 知識性的東西了 對 有有有 我昨天打那個BNT打完 昨天打 昨天打 昨天 對 打完然後我的左手臂就腫起來了 蛤 腫起來 那要揉它嗎 不可以揉 打疫苗是不可以揉 然後後來我就去工作 工作完回來 四川很好玩 對 四川很好玩 四川不是都吃辣的嗎 四川也有不吃辣的 對啊 四川感覺就是辣 看什麼地方啊 如果你在酒在溝 就不一定有辣 嗯 感覺就是口味都很 你剛有去偷聽我講話喔 嗯 呵呵 我剛有直播 哦 對啊 他人很好 他到處支持 對 支持很多創作者 對啊 對啊 人超好 不是人很好 是超好 超級好的 小林董 而且小林董 是超級好的 大好人 哇 四川不會很辣 最辣的是湖南的 湖南的什麼啊 有什麼菜色是最辣嗎 他說湖南 湖南是直接吃辣椒 生辣椒 那不會很刺激嗎 他們就從小吃到大習慣了 哦 所以就是 他們是深肯喔 對啊 這樣子胃不會受傷喔 胃啊 其實是會啦 但是他們已經 就這樣喝酒啊 烤到酒 原住民 原住民從小訓練到大 哇 真的是 但是現在已經很多原住民不喝酒了 嗯 比較有受教育的就比較沒有 然後我那個心灌手臂之後 後來晚上 昨天晚上就整個前面然後整個後背都是紅疹 而且紅疹就過敏 然後後來我就睡覺的時候我用自己的設備 然後就趕快想辦法恢復 修復 對 然後今天 因為我六點多就起床 嗯 然後 我本來今天有寫的心經 不過又被我 被我弄掉了 哇 最近真的是大家都輪流打疫苗 真的要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對啊 對啊 然後 那個 那個 我早上起來 因為我十點要上課 九點半就要進線上 嗯 對 所以上了一天的課 等於十點上到六點 嗯 對明天也是 所以我現在就不要太多了 對啊我明天也是 我明天也是要主持一整天的直播課程 哈哈 又要主持了 我一直在線上主持 對啊 所以就是大家都生活的很精彩 晚上好啊 晚上好 這位師 小林董說 四川是飛哪個機場 成都天府二選一 我忘記了欸 我大概四年多 快五年前去的 現在還可以過去嗎 現在 有工作證的話 哦 要有工作證 對 我很好奇這一點 嗯 要有工作證 要不然就是 你如果跟旅行團都要隔離啊 飯店什麼的 對啊 現在都要隔離啦 對 嗯 天府是今年新蓋的 哦 成都 嗯 成都有很有名的寬窄巷跟 寬窄巷 很寬跟很窄的巷子 一個很好逛的地方 哦 逛街的地方嗎 對 嗯 對啊我去玩 我去玩那個酒菜溝 那一年的二月去 然後三月 三月 我在溝就大地震了 嗯 這麼幸運 這麼幸運 連我們住的 連我們住的 山上的那個 五星級飯店都震壞了 哈哈 怎麼這麼厲害啊 對啊 對啊 那個大地震很大 對 歡迎來南京澳門找你 好啊 我上一次去澳門 到底是在南京還是澳門 你有沒有打錯 兩個差很遠欸 對啊 南京跟澳門我都去過啊 澳門很漂亮 我也去過南京 我也去過澳門 澳門很美 我都學在澳門 澳門真的好漂亮 天啊 就是他們的店舌都很漂亮 哦你是澳門人 那我們可以去住你家嗎 你是澳客嗎 哈哈 他不是 他是大好人 對啊 嗯 他是做貿易的 哦 定居南京 南京哪裡啊 南京我們也認識好多老師在南京 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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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線上有一位就是 可愛的心靈療癒師在線上了 對 等一下 那那個心田老師你也可以就是 還有精神的話啦 就是說大家隨意 就是說 因為我有跟這個 就是心靈療癒師老師說 我們可以玩一些心理測驗 就是好玩的心理測驗啦 就是 就是在線上跟大家一起玩這樣 還蠻有趣 現在啊 對啊 我問他一下 問他 問他 我們婉立老師 婉立老師 你在線上嗎 可以留言回覆一下嗎 我們可以 三方的那個啊 我們可以 對對對 你不要離開 最多三個人 對對對 你不要離開 小林董也可以進來 對啊 小林董會不會害羞啊 小林董 小林董不會害羞啦 他有到你那邊當訪客過嗎 沒有他都偷聽 他都偷偷來是不是 哈哈哈哈 沒有 小林董 澳門的小林董 他都去聽鋼琴老師的直播 你說那個小婷老師嗎 對啊 無視貿易是國際物流運輸 國際物流運輸耶 好厲害 國際物流運輸的住在澳門的小林董 所以我們有東西要去大陸就找你囉 對啊 對他就到怡婷那裡 日商全球衝進 我不能叫怡婷姐姐 因為我比怡婷還大 他都叫姐姐啦 小林董你到底是幾歲啊 小林董 我可以問你你到底幾歲嗎 小林董 我們的小林董請問你今年貴更 可以嗎 可以知道嗎 應該不是秘密吧 因為你就都叫大家姐姐 你到底是幾歲呢 家族事業 不是那個 他說他是家族事業耶 家族事業 他說他們這個 國際物流運輸是家族事業 很厲害 要接家業壓力一定蠻大的吧 應該從小實習到大 說不定他從小都一直在外面玩耍 然後最後不得已回來 也有這種人 小林董不是這樣的人 真的喔 小林董 小林董你是哪一種人呢 87年次 民國87年次 天啊民國87年次是幾歲 我可能要想一下民國87年次 趕快用我神奇的數學能力 今年110年 二十幾歲 十三加二 二十三 二十二 Oh my God 小林董 我可以一九八七個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哇小林董 我們晚立老師網路不穩啊 沒關係你先把網路搞定 我們之後再聊 因為像我之前啊 也是因為網路不穩 我立馬隔天就叫中華電信來搞 搞一個就是網路基地台 在我家 弄一個那個網路的那個主機在我家 因為網路不穩會很麻煩 所以真的網路不穩的話 現在要做直播很麻煩 會累的 對 一定要裝網路 就是你一定要裝一個就是家用的網路 手機的網路一定會不穩 對啊 所以就是我都有在就是另外裝那個家用網路 你等我的直播等很久了 哇你好不容易等到我 那小林董下次要來找我的直播 我都大概八九點直播 對啊 我們就是那個新田姊姊 新田姊姊是八九點 然後我都十點好不好 因為我十點之前啊 行程都很滿 所以啊我很難這麼早播啦 我幾乎都是十點之後 對啊讓你等到了 感謝你的支持 對啊如果有任何問題啊 都可以在直播間裡乾燥 你晚上好忙喔 對啊晚上要幫你乾燥 因為他等一下11點 他11點要去那個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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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一定要開播了 對不對 小林董 對因為 星期六日啊 會有很多直播主在播 所以就是大家都呈現一種感通告的一個概念 就是這邊也去那邊也去 哈哈 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就是準備三支手機啦 啊三個帳號 哈哈 對啊 蛤韓國空姐通配出直播了 他為什麼沒有播了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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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l me why 他這麼有名欸 為什麼 為什麼 什麼 什麼 什麼國的 那個 為什麼 為什麼都跑出來了 10萬個為什麼 Doshite 不是日文嗎 Doshite Why 為什麼 鬼放你歌詞 好啦 我們放平常心好不好 哇又一個早安姐姐 哇這位是 這位是 這個名稱不好唸 J-I-H-O J-I-H-O 你好啊 你好啊 歡迎進來跟我們聊聊 你如果你想要聊一些 因為今天我們心田老師是呈現一種吃播 他正在吃他們家的就是好吃的 對好吃的食物 對 所以就是如果說大家對我們的專業領域有興趣 你可以自由一點隨性一點沒有問題 我剛剛還在包貨 對啊 我在包我們家的牙膏 對 你看 就是這麼的生活化 之前我就講 生活營養學 對 那我想說今天輕鬆一點 你在吃幼稚嗎 對啊 聽說柚子熱量很高是真的嗎 不會啊 不會是不是 所以大家又被網路謠言給蒙蔽了是不是 蛤 是啊 蛤 柚子這麼可憐 他被大家誤會 柚子本人想哭 柚子只是跟某些吸藥 譬如說高血壓藥 不能一起吃 或說慢性病的藥 對對對 這一些族群 他可能會有 就是跟藥物有結抗作用 對 對 所以就是要隔很長的時間吃 要不然就是比較好吃 啊是喔 打完疫苗要多吃柚子喔 嗯 難怪你現在毛起來吃 吃不停耶 我昨天喝了一瓶現在這麼大的 維他命 那個檸檬汁 原汁 原汁 原汁耶 不會很酸嗎 不會很酸嗎 原汁 就對水啊 就一直抹喝啊 柚子有豐富維他命C 對 喔 對啊 有有有 我看到你就是非常 就我在示範 非常 非常專注的在品嘗 就是好吃的柚子 對 昨天我們星天老師 對對對 給觀眾吃 先給觀眾吃 先給觀眾吃 對 我們一起吃 我有說過喔 維他命C是幹嘛用呢 維他命C是做什麼用的呢 請作答 對 維他命C的功用真的好多好多 我們來一起 你應該有記起來吧 你應該有記起來吧 我們來複習一下好嗎 我們一起來複習一下 我們一起來複習一下 維他命C 你印象中 你有聽過 就是我們星天老師說 維他命C有哪些作用功能 你記得的 麻煩 在我們的聊天室 你記得維他命C有哪些功能 你就寫在聊天室 跟我們互動一下好嗎 我們星天老師 912今天沒來 他就位 對 誰 912 912 912是哪位 吃素的 OK 大家趕快作答時間囉 給大家一點點作答的時間 我們一邊看著星天老師吃柚子 一邊作答 好的 我們神燈姐姐說了修復細胞功能 嗶嗶嗶嗶 蛤 有輕微的地中海瓶血怎麼辦呢 美白 嗶嗶嗶嗶嗶 地中海瓶血啊 嗯 怎麼辦 怎麼辦 是先天的 輕微的 蛋白質跟鐵質 鈣質多攝取 嗯 蛋白質 鐵質 對 因為 跟什麼 鈣質 蛋白質 鐵質 鈣質 趕快記起來 蛋白質 鐵質 鈣質 比記起來喔 輕微的地中海瓶血的 如果你自己本身或家人 因為你只有 很多人去醫院那裡 然後醫生開鐵劑 吃了兩個月都沒有用 嗯 那就是你 我講過 蛋白質 它是 它是藥癮 但是男生也會 男生也會啊 男生也會貧血啊 對啊 可是流貧血流太多了 哈哈哈 因為缺鐵其實無論男女啦 真的 因為我也有認識一些老師 男生也有先天性的地中海鮮品牌 對啊 也有啊 也有啊 有啊 很多 都會遺傳 對對對 所以 就是說我們就是必須透過飲食啦 就是說 紅肉攝取太少 是這樣子嗎 星田老師 是會這樣嗎 不是絕對的 因為我講 我講過了 就算你三餐都吃牛排 嗯 你還是沒有辦法全方位的補到22種我們需要的 蛋白質就是胺基酸 嗯 對 那 所以一定要有 我就是它裡面有9種是沒辦法自己合成的 嗯 所以一定要吃食物 吃食物 豆類啊 魚肉 豆蛋奶 全部都要吃 要均衡啦 對啊 嗯 而且蛋白質我記得星田老師有講 蛋白質先從沒有餃的開始吃 好聰明啊 對 所以不要以為 要給你獎勵 什麼獎勵 芝麻醬 芝麻醬 我等你的芝麻醬 我要幫你帶點 你給我地址 你給我地址 我全公司去給你 我以後直播就怎麼樣 我就拿著芝麻醬在講話 對 沒有啊 妳可以吃 老師老師 沒食慾怎麼辦 沒食慾 他說他沒食慾 先喝一點油啊 先喝油 要先講清楚什麼油 不是 沒食慾就要先想辦法開心 開心的時候就會有食慾 所以你是因為壓力太大沒食慾 還是什麼原因造成沒食慾呢 他沒有看到美女 所以他沒食慾 好那你每天來看我們好不好 自己講 你每天 他等一下就看怡婷了 對 所以他每天都要讓自己很開心 才會有食慾啦 是不是這個意思 沒關係啊 我說真的 不管你吃什麼 一定要開心 開心才有辦法正常吸收 沒錯 身體要很開心 你吃進去的營養他才會吸收啊 你不要好像吃的東西 好像人家逼你的一樣 對啊 對啊 所以就是記得 你有覺得我吃東西很好吃嗎 看起來很好吃 我救救你喔 請救救我 你來我家 你來我家 我每天煮給你吃 這裡一個禮拜讓你好 你看到我們新田老師這麼漂亮 吃東西看起來那麼好吃 你就有食慾啦 對不對 還是新田老師你以後當吃播好了 吃播 對啊 大家都看你吃東西 我很會煮喔 就會有食慾 你可以去看我臉書喔 對啊 所以你就煮給大家看 對啊 嗯 真的耶 是不是 糖胃吸收不好啦 怎麼辦 怎麼辦 糖胃吸收不好就是 蛋白質不夠啊 對啊 魚肉要多吃 魚肉好嗎 有沒有分什麼魚 有沒有分什麼種類的魚 基本上他沒有癌症的話 什麼魚都可以吃 所以小魚肝也ok 是不是小魚肝 小魚肝 小魚肝沒什麼油脂 啊 反正小魚肝不ok 是不是 好多人好喜歡吃小魚肝喔 小魚肝是有鈣質 但是有很多的 但是沒有那麼多的蛋白質啦 嗯 小魚肝有一個缺點就是 像丁香魚這些啊 對 我講這個我會被廠商罵 沒關係啦 廠商先去旁邊做 就是因為 因為那個 它裡面有內臟 它不會清掉 對啊 怎麼清啊 所以那個內臟就會造成你的膽固醇比較高 所以就是 是內臟類的少摄取內臟類的啦 就是說 比如說 對啊 魚我最喜歡吃鮭魚 嗯 鮭魚很好 還有Omega-3 我好喜歡吃鮭魚喔 然後再來 豐富的Omega-3 再來那個無鮭魚 鮭魚有含鐵 喔難怪 所以可以剝線 那突然有吃到鐵質跟蛋白質 對啊 然後我還愛吃無鮭魚 挪威鮭魚喔 國王鮭魚比較好吃 啊 差別在哪裡 國王鮭比較好吃 他一定知道 因為他很多物流的 聽不懂什麼國王鮭 挪威鮭 鮭魚不就鮭魚嗎 沒有鮭魚有很多品種喔 然後有野生的跟羊的不一樣 嗯 我最常聽的就是挪威鮭魚啊 挪鮭 對啊 有分 國王鮭魚是野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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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嘛 我就說小玲桶一定懂 哇 來自澳門的小玲桶 厲害喔 厲害喔 哇 對 而且肉是偏紅的 沒錯 喔 你好棒喔 好厲害喔 好懂喔 不愧是小玲桶 小玲桶真懂 哈哈哈 對 結果還是講到營養了 忍不住啊 對啊 就是很想知道 就是吃吃的這方面的事情 對 等一下我忘記 我的手機沒電啊 等一下又不見了 等一下會突然關播 阿拉斯加空運來的 你是說國王鮭魚嗎 國王鮭魚 對啊 對 哇 你們好懂喔 什麼阿拉斯加國王鮭 也太厲害了吧 對啊 對啊 國王鮭是最好的 那要去哪裡買啊 好 我可以 我可以幫你宅配 太好了 太好了 沒有 應該叫小玲桶宅配 小玲桶請宅配 請私訊我 我可以幫你代言 你有什麼想要讓我幫你代言的 微風有喔 我之前有去過微風 就是跑過活動 微風喔 對啊 老公賣的太貴了 對啊 因為微風都是貴婦啊 你喜歡吃 你喜歡吃哪一段 什麼哪一段 你是說肚子還是哪裡 靠近魚頭還是魚身還是魚尾 我不想要太油的耶 我覺得太油有點膩 沒有太油的是哪裡啊 魚身嗎 靠近魚頭跟魚尾的地方 對啊 因為 因為 上腹肉 上腹肉 對 好專業喔 對啊 那 那個 就是壽司 日式料理的壽司 都是用哪一個部位比較多 那不一樣 日式料理很少用國王龜 都是用挪威 都是用挪威龜嗎 挪威龜 成本太 看什麼店家啦 成本太高了 就一般日式料理店是不可能用到這個就對了 如果是什麼那個旋轉 旋轉 旋轉 旋轉吃到飽的那種 嗯 那個就是一般 對 那就是一般 一般般 一般的挪威龜 就不講店名了 對 真叉 叉 叉� 還有別的 還有鮮 還有別的 連鎖的 就不講了 又被日本買走 啊 對 好 因為我喜歡吃鮭魚 好愛鮭魚喔 根本就是鮭魚代言人 但我每個禮拜都會進一次鮭魚 禮拜五 禮拜六 嗯 對 但要的話就是事先留 嗯 不知道為什麼鮭魚就是好吃欸 就是看起來就是讓人家三文魚 你要吃 你吃到 香港人 澳門人叫做三文魚 嗯 為什麼 他們叫鮭魚叫三文魚 為什麼 請那個小林董回答 請小林董告訴我們為什麼鮭魚叫三文魚呢 嗨老頭老頭你好啊老頭 老頭好 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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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磊說的 王磊說的 王磊是誰 王磊是誰 廣東人 還有香港 馬來西亞的人 華人啊 就是廣東系的 嗯 講廣東話的都講三文魚 哦 三文魚 他們的食譜上面都是寫三文魚 哇又長知識了原來是這樣 賣魚鮭魚 因為以前我 因為以前我 你們都好有知識哦 對於魚類 好厲害哦 沒有我是對各種吃食物 對你都會去魚市場職集 對 還有豬市場 對 真的很特別耶 我還跟你講說明明明就是白豬 然後他那個腳就套上那個黑豬的那個豬腳 空的嘛 怎麼這麼黑心啊 然後他就標榜 就一直十幾年來都標榜他賣的是黑豬肉 講講牛肉 你對牛肉有興趣是不是 牛肉 牛肉啊 嗯 可以啊 你喜歡吃牛肉 我也很愛吃 牛肉最大的營養值 我都吃和牛 牛肉就是蛋白質啊 我是喝 我是吃和牛的板件 嗯 嗯 比較多 嗯 牛肉就是油花比較均勻的 有什麼是叫什麼 嗯 什麼營養性 安格斯黑牛喔 安格斯黑牛等級很高耶 嗯 講到安格斯感覺就很高級 沒有他還有啊 撫山的 撫山的更貴 嗯 對不對 河牛不是就很厲害了嗎 河牛 那個小林董你是不是都 都 你是進 就是只是物流嗎 還是你有在進出口這個 小林董 你有在進出口牛肉本人嗎 牛啊 魚啊 干貝啊 請問你是上游供應商嗎 請問 你沒有 你只是負責物流啊 嗯 是嗎 那你有認識嗎 你有認識 那一定有啊 那一定是人家請他物流啊 對啊 對啊 你認識那麼多供應商 對啊 可以 可以就是 小林董可以幫我敬干貝嗎 對對對 我們 我們就是要問這個 哈哈 我要5L的 對對對 哇 我們這個小林董 他可以幫我們牽線呢 對 對 我很喜歡吃 今天老師你進去挖小林董 我喝個水 哈哈 小林董 跑日本 西友超市的 西友超市 喔 日本西友超市很好逛 對啊 嗯 然後也進水果嗎 你自己會進嗎 嗯 你會夾帶進來嗎 哈哈哈哈 夾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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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運來貨運 水果可以嗎 水果可以這樣嗎 我會 他 水果啊 水果可以嗎 他說他不會 水果不行是不是 有限制 但有人 有人專門是進口 日本的 色香葡萄啊 青春的 蘋果啊 青春的 蘋果啊 還有他的橘子啊 他的橘子超好吃的 我都拿他的橘子啊 因為他的那個皮怎麼了 發生什麼事 沒有 我突然想到很好笑的事情 突然覺得很好笑 那個日本的那個橘子 好像這個月的吧 上個月的 上個月的那個橘子 比 就是他的皮就是很好剝那一種 那皮沖乾淨啊 我都 我都把他的皮 東京的惠比獸色香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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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有在進這個 色香葡萄 是你 你本身在進的嗎 小鈴鐺 請問你本身是有在進的 因為色香葡萄有分很多產地耶 他是寫東京的惠比獸色香葡萄 好 小鈴鐺好厲害喔 真的 可是水果 水果要船運過來要幾天啊 小鈴鐺 稀有超市裡面最高幾 嗯 對 五天 五天 那很快 可是 可是要保鮮啊 對啊 葡萄耶 嗯 要冷藏要做得很好 冷藏大概多少度 葡萄容易壞 嗯 不會是小鈴鐺 嗯 東京的惠比獸色香葡萄都出來了 日韓東南亞都五天 嗯 哇 了解 很快 東南亞 日本比較近 東南亞比較遠一點 嗯 都五天 那很快耶 那真的很快 所以是都一個貨櫃一個貨櫃 葡萄走空運 嗯 就像以前的那個鮮花 出口到美國 香瓜 香瓜也是 香瓜也是做空運 香瓜 香瓜 台灣的比日本的好吃 嗯 尤其是在嘉義種的 嗯 叫催妞 哦 所以 就是還是要看產地啦 空運比較便宜 哦 也不是如此啊 啊 小鈴鐺 小鈴鐺 什麼時候有機會來台灣啊 你都在澳門喔 長期都在澳門 海運很貴 現在海運很貴 嗯 因為要貨 他貨貴嘛 他算貨貴 對啊 嗯 你沒有那個量 就沒辦法出 對啊 不然你就要跟人家合 嗯 不同的東西 哇小鈴鐺 小小年紀懂很多耶 不會是小鈴鐺 我就跟 我就說他從小就跟到大了吧 哈哈 真的很厲害耶 對不對 缺櫃缺很兇 嗯 貨櫃啊 貨櫃缺很兇 貨櫃缺很兇 嗯 我老公以前 我老公以前 我老公以前也在港口 對啊 我老公以前也在港口 然後就會一直聽他講 那個港口貨櫃的故事 嗯 就是其實很危險耶 在在港口那個 就是弄那些貨櫃啊 其實現場是很多風險 很多危險的 是啊 嗯 對啊 那個要很小心 對啊對啊 高雄港 嗯 現代 對啊高雄港 現代貨運 就是現代的那個 我不知道耶 現代嗎 哪一個港口 我可能要請我們管理員出現 管理員 管理員還在嗎 管理員在打電動嗎 管理員才不盡責耶 我的管理員 管理員 你的老本行 你的老本行 現代 現代 我看不懂啊 我看不懂什麼高雄港 陽明 HMM 是什麼啊 現代 現代 他說現代啦 現代商船 對啊 小林董 小林董 很厲害 每一個都熟 對啊 通運也懂 然後船運也懂 不愧是小林董 做運輸都一定 要入海空 對啊 通吃 然後我都會 七三碼頭是什麼東西 哈哈 高雄 晚上好 晚上好 對 慶寶 晚上好 慶寶 歡迎你 我們一起來聊聊 我們現在聊到了 小林董 你沒有要去 那個怡婷那裡喔 哈哈 他有兩隻手機 兩個帳號吧 小林董 停泊碼頭 我說真的 我老公之前在碼頭 我卻一點都搞不清楚碼頭 到底在做什麼事 哈哈 不懂耶 碼頭有做很多事啊 對啊 我覺得 那個學問很深 有點無法理解 對 北部 慶寶你在北部 歡迎慶寶 對 慶寶好 慶寶好 慶寶我關注你了 對啊 大家可以 我關注你了 對啊 如果說 問他CYCY CYCY是什麼啦 你在問你啊 什麼是CYCY 他不理我耶 他不理你 我們家的管理員真的很 我要扣他薪水 你怎麼說的 住在新北市中和 好啦講講而已 中和 中和也很多做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冷鬥食品的 真的嗎 中和喔 中和喔 中和那麼多喔 嗯 很多 嗯 對不對小林董 好的 感謝關注 感謝關注 嗯 對啊 我們就是都在直播間聊 各種領域的知識 對我們今天聊到了海運跟空運的知識 從吃的 對 聊到 怎麼運輸 對對對 就是從吃的聊到這個吃的要怎麼運輸 然後我們小林懂 超懂的 他年紀很小 可是他什麼都懂 CYCY是整艘船 都是他們公司的貨櫃 怎麼這麼厲害 這樣你也知道啊 就是很大的集團 我什麼都不知道 對啊 今天長知識了 我剛剛有放一個小小的影片 等一下你可以去看很好笑 好好好 ok 如果覺得有梗 你再分享 哈哈 小林懂你要去看喔 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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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有其他公司的貨櫃 很搞笑 會不會聊一個貨櫃 然後把所有就是全台灣的那個就是 那個海運的貨櫃全部都吸引來了 不會有其他公司的貨櫃 CYCY 就是他們是專門 就是專門走那個的 走私 不是啦 就是他們自己的貨櫃自己的船 我聽過就是說 自己的貨櫃自己的船 說說有的人走私啊 他會把東西藏在就是比如說沙發裡面 家具裡面 那你要問小林懂 對啊 對啊 因為我是聽我老公講的 他就說 現在都會 有些他會藏喔 很會藏 然後就會被查出來 會啊 會啊 現在很容易查 對啊 對啊 CYCY 哇 這公司的名稱也太妙了吧 直達船 直達船 就是 中間不會去停其他的地方就對了 是不是 就是只有他們家的貨櫃 沒有參雜其他的貨櫃 直達目的地 嗯 中間就沒有停別的地方 OK 哇 我今天又學到了 原來CYCY是直達的 然後就是 就是A點到B點 對對對 整艘船都是他們的貨櫃 他不會轉運 好厲害喔 嗯 你有管理員喔 你有管理員這麼厲害 對啊 小林董要不要當那個 瑞塔的那個管理員 管理員嗎 可以嗎 是貨櫃的英文 嗯 貨櫃的英文喔 C-O-N-T-A-I-N-E-R 那小林董你英文也很好對不對 是不是 一定很好啦 不要那麼謙虛 C-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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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T A I N E R 我還看container T A conta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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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貨櫃 原來是這樣 container 又學到了真的 嗯 不錯 今天收穫很高 慶寶 你要跟我們聊什麼啦 慶寶 慶寶 慶寶你想要跟我們聊什麼 我不認識你耶 慶寶 慶寶 請問你是哪位啊 你要跟我們當訪客 等一下你沒有穿衣服怎麼辦 我會被禁播耶 哈哈哈哈 對啊現在直播管很嚴耶 現在直播管很嚴真的 你確定你有穿衣服齁 哈哈哈哈 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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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做什麼行業的 那我多認識你好嗎 衣服穿好喔 你有穿衣服 慶寶 沒有啊 他跟我發那個什麼圖案看不懂 他有穿衣服 你不要等一下我一打開看到恐怖畫面我會嚇到喔 對啊 OK嗎 慶寶你要跟我們聊什麼 你先跟我們講一下你要跟我們聊什麼 慶寶 慶寶 哈囉 慶寶你想跟我們聊什麼呢 你知道直播真的有很多規矩 真的 所以都要很小心 大家就是 對啊 所以就是 你就問 你要問什麼 你要問什麼 對啊 你跟我們講你要問什麼啦 不然等一下我被關播怎麼辦啊 對啊 膚色面積過多 對 膚色面積過多 後台會直接停播 對 所以我要問一下 我要問一下 偵埃偵測到直播停 直接停播 對啊 對啊 就是說怕你太裸露的意思啦 對啊 比如說 比如說你只穿內衣褲 你直接被停播 我跟你講 直接被被停 那那個賣內衣的怎麼辦 就是 就是 賣內衣可以就是用那個DM嗎 沒有啦 賣內衣的不見得要直接穿內衣給大家看 對啊 你可以就是拿起來 但是有穿衣服這樣 對對 所以我才問說 路斗因直接停播 對對對 因為 有時候男生都不穿衣服啊 對不對 怎麼辦 其實這樣好啊 因為那個 有管理才有 才會那個啊 他會有品質 像女生 女生如果穿比基尼啊 也會被停播唷 永久停播 對啊 所以我很怕 我很怕 我就想說 欸你有沒有穿衣服啊 對啊 慶寶你想跟我們聊什麼啦 慶寶 慶寶你想要我們 我們心田老師要下去休息了 你等一下可以去看我的影片 真的很好笑 我自己都覺得很好笑 趕快關注我們心田老師的帳號 然後去看他最新的影片 好嗎 很短喔 但是很好笑 對對對 他剛剛已經表演吃完一整顆柚子了 他要去休息了 你怎麼知道我吃完一整顆了 我還要去喝檸檬汁 好好好 我們放心田老師去休息 我要趕快把那個 對對對 把那個疫苗的不舒服趕快弄掉 不然我明天還要 早上要上課 上到下午出門 出門還要聽課 所以手機要充飽店 然後再來 再來就是 那個 下午工作到晚上 14321走 走去哪裡走去休息 喔慶寶你也是有點職業病喔 嗯 對 5 4 3 2 1走 他可能 你是那個 5 4 3 2 1 CAMER啦 是不是 黑人牙膏又出現了啦 黑人牙膏 我沒有要搶你生意啦 我們不同路線好嗎 嗯 對啊 謝謝 對 我們心田老師是營養學的專家 趕快關注他 有任何關於營養的問題 OK問他 我講的 哈囉 我講的營養是生活 對 很有用的 對 你看連那個 連從哪裡進口的啊 從哪裡來的什麼 都會 感謝AN0221送我手指愛心 感謝 感謝小林董 小林董啊 感謝你們 對 可以問嗎 小林董很會送禮物 黑人牙膏先生 你到底想要問什麼 我就問 我去找別人 我去找別人直播囉 好啊好啊 親寶 親寶 Bye 牙膏不小心吞下去怎麼辦 拉出來呀 對啊 就像口香糖不小心吞下去 拉出來呀 對啊 所以就是很多人都會誤食一些奇怪的東西 沒有關係 嘿 只要不是毒品 對 藥物中毒也算毒品 喔 對 所以就是 大家記得要攝取天然的食物喔 嗯 對 所以我努力的在解毒 嗯 對對對 我們欣田老師 辛苦你了 辛苦你了 趕快休息 趕快休息 對對對 先去準備休息 不然明天肯定起不來 太累了 好的 好的 那我們跟欣田老師說聲晚安 晚安囉 晚安囉 晚安 我們下次再聊 下次再聊 好 是你把我關掉還是我自己關 欸你可以自己關吧 就是跳出去就可以 喔好 OK 對吧 試試看 好的 我們欣田老師因為他打疫苗的關係啦 所以他還要儲存他的體力 對啊 大家晚安啊 對對對 喔 我是想要播到12點 距離12點還有25分鐘 嗯 25分鐘 我們來個就是說笑話比賽好了 我今天應該不是說說笑話 就是說 一些預言故事的一個笑話 我先跟大家分享 就是 就是因為我們 怎麼講 就是說我們在學自媒體的路上啊 就是常常會有很多人說 就是 嗯 反正就是聽我們在那邊講自媒體嘛 然後講就是一些未來的趨勢嘛 然後為什麼有些人就是 就是聽完之後他還是沒有改變 然後讓我想到一個 一個故事也是一個笑話 就是呢 就是一群乞丐 然後他們就聚在一起 聊國家大事 聊國家的未來 聊未來的一切一切 哇講的很厲害 講完之後呢 他們就站起來說 欸 那我們今天要去哪裡乞討 就是 要去哪裡要飯 你不覺得很特別嗎 就是 明明我們在講未來去世 可是 最後ending 竟然是去要飯 那這樣子你聊完之後 沒有去行動 你還是原來的你啊 對不對 是不是 對啊 對啊 所以其實來我的直播間 其實就是說聊聊天之外呢 你還可以學到一些知識 像我們學到營養啊 然後像我們學到 小林董的海運空運啊 其實就是透過聊天 然後讓我們可以 就是各方面的知識啦 各方面的知識都可以學習到 所以說如果你是各行各業的 專家啊 老師啊 或者是主管啊 老闆都可以啦 那我們都可以透過直播 然後你想跟我合作 比如說你想要跟我合作 牙膏 牙膏先生 黑人牙膏先生你還在嗎 我沒有要搶你的生意 這是我們家的代理商品 你想要讓我幫你代貨 一條 兩條 三條 再一條 對 想要這樣子的話 記得私訊我 你想要睡覺了 去睡啊去睡啊 小林董趕快去睡 對 對 謝謝你喔 謝謝你的支持 對 你想睡趕快去睡啦 小朋友嗎 趕快去睡 還要還要我吹 對 快去睡 請線上的觀眾 把想問的問題事先說 可以講的完整一點喔 感謝我們心田老師 趕快關注他 關注起來喔 關注起來 如果你想當訪客 請記得 告訴我們 你是哪方面的一個專家啊 或者是老師啊 還是老闆啊 我們比較知道要怎麼跟你聊嘛 對不對 至少讓我們知道一下啊 對不對 想當訪客OK 但是先讓我知道 你打哪來 想要聊什麼 瑞塔 我來了 莎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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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跟我們聊一下呀 老闆娘 是 勞工的 網路整合行銷公司的老闆娘 對 而且他在疫情之下 幫助客戶創下破億的營業額耶 想學嗎 想學網路整合行銷嗎 我們莎夫人來現場囉 對 所以啊 其實在自媒體的路上 你真的可以學到很多 認識很多啦 認識很多貴人 對啊 老闆娘現在卸妝了 好 老闆娘下次記得 化好妝之後 來跟我一起 在線上聊聊 哇哇哇哇 我們 我們婉婷老師來了 我們婉婷老師超厲害的 負債千萬的一個女性創業家 很厲害耶 負債千萬 我在想說 如果我負債千萬 我大概就是 整個陷入谷底吧 負債千萬 然後還可以創業 然後就是扛起整個家 真的很厲害 對啊 下次記得化好全妝 我們就來線上聊聊 好嗎 對我的 我的直播間 就是屬於這種 就是用很輕鬆的一個聊天方式 我們來聊一點知識 婉婷老師 你真的太謙虛了啦 我真的要跟你學習 對 我就是很會聊而已 沒有什麼 明天還要主持一整天的直播課程 Oh my god 對 明天還要就是 能量滿滿的主持一整天的課程 大家準備好了嗎 你準備好了嗎 你準備好了嗎 對 明天我從十點到晚上六點 要主持直播培訓課程 很能量就很厲害 大家想要學直播嗎 你想成為帶貨直播主嗎 你想成為知識直播主嗎 趕快點我的主頁連結 思訊我 思訊我 對 十點到六點 明天十點到六點 我又要變成線上的主持人 要不斷的切換角色 對 我現在就是說 我要挑戰二十一天 今天是第幾天 今天是第十天 對 我主頁連結點進去 就是我的官方帳號 趕快來問我 你想要學直播 因為直播的平台 我最近就是 就是蠻多好朋友在問我 就是說 比如說蝦皮直播啊 怎麼做啊 FB直播怎麼做啊 Toto直播怎麼做啊 其實每一種平台的直播 的一個介面 跟族群其實都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所以你不能說一招通吃 你一定是要按照每一個平台的屬性跟特 應該說特質吧 對 然後去對症下藥 沒有啦 就是說你必須清楚知道你的受眾 喜歡什麼 你的粉絲想聽什麼 然後你的廠商想要你幫他做什麼 各方面你都要注意到啦 對啊 所以說 學直播很好玩 然後就是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好嗎 對 點主頁進去加入瑞塔Light at官方帳號 莎夫人我想要把你設定為管理員 你真的很盡責 你真的很盡責 我真的覺得你很棒 對 321點進去 我想要誠摯的邀請你 成為我直播間的管理員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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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拜託拜託 可以是不是 就是我好需要這樣的管理員 好 馬上設你為新增管理員 有嗎 有嗎 OK 你已經是我們家的管理員了 瑞夫人是我們家的管理員了 你看 你的帳號上面有一個管理員 太棒了 太棒了 好專業 好專業 我真的好喜歡就是大家成為我的管理員 但是我還是會篩選的好嗎 不要一些奇怪怪的喔 對啊 真的 喔耶 對我頭髮突然被我弄亂 對 對啊 所以就是說 如果就是你來我的直播間啊 然後很樂意幫我分享 就是說 分享我的資訊也好 分享我的一些專場啊 幫我就是 點點關注刷刷愛心啊 其實我都很樂意就是 把大家設定為管理員 對 要篩選嘛 婉婷老師也很適合當我們家的管理員 硬要 硬要 婉婷老師你可以當我們家的管理員嗎 對啊 婉婷老師也好適合喔 我很喜歡大家來當我的管理員 但是我還是會篩選 對 不是水水便便的好嗎 對啊 對啊 可以嗎 救救你 可以嗎 可以嗎 婉婷老師 我這樣會不會太強門鎖難 硬要人家當我的管理員 真的是 我這是情緒勒索是不是 硬搞 對 我應該要 我應該要這樣子 就是說請點點我的官方連結 然後跟我說 你要成為我們家直播間的管理員 硬搞是什麼意思 硬搞是這個意思嗎 對 刷刷愛心 對 手指頭別閒著 刷刷愛心 我就是要這樣聊到12點耶 因為我今天其實就是 本來是要跟大家聊一些 就是有關於就是說 嗯 一些自媒體就是 定位這件事情 嗯 因為其實像我一開始啊 我一開始的定位其實很不OK 我一開始的定位太雜亂 Wow 我們管理員說壞了 我們沙夫人 歡迎新朋友加入瑞塔直播間 點主頁加入官方帳號 學直播 不愧是專業的沙夫人 寫的真是完整 對 記得刷愛心刷愛心 對啊 關於定位這件事情啊 其實真的就是說 嗯 不要太貪心啊 黑人牙膏先生 不是在這裡貼貼圖 巴巴巴 我已經講100次了 管理員 幫我 take黑人牙膏先生 請點擊主頁連結 輸入貼圖 巴巴巴巴 不是在這邊 我也沒有搶你的生意 好嗎 雖然說我今天講的是好口氣牙膏 但是我相信也會有人買你的黑人牙膏的好嗎 對 好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的分享 對 點擊主頁連結 然後加入官方Light at 輸入貼圖 巴巴巴 對啦 我已經講很多次了 我知道我搶你的生意 你很生氣 但是我還是要講 好不好 喜歡我們家的牙膏 記得私訊我 對 我們一起學習 婉婷老師我們一起學習 真的 我們在自媒體的路上 我們一起努力 明天還要從10點到6點 差點翻白眼 對 10點到6點 我要 我要卯足全力主持 對啊 其實直播很好玩啦 大家不用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按下去挑戰21天就對了 對啊 記得 私訊牙膏 買10條 送一條 一條只要220 我剛剛已經在大家面前包貨了 因為我要寄給客人 所以如果你對我們家牙膏有興趣 趕快私訊我 好口氣牙膏 對啊 我沒有賣黑人牙膏 對對對 感謝大家的關注 真的 因為我今天已經挑戰第10天了 不知不覺 真的是不知不覺 挑戰到第10天 你會直播但不太會留言 沒關係 我們慢慢來慢慢來 對 對啊 就是說留言的話 其實就是留言說 就是跟我們 就是大家一起互動 就是丟個問題這樣子 丟問題就是留言的開始 我喝個水 我喝個水 我喝一下水啊 OK 好 如果說你想要學習一些 就是關於自媒體啊 短視頻啊 然後電子名片啊 有的沒有的 對 沒錯 點擊主頁連結 加入我的官方帳號 輸入貼圖888 輸入貼圖888 你就可以獲得價值兩千元的貼圖 教學大禮包 然後我要預告10月27號 10月27號 請記下來 那一天我會送禮物 我會送禮物給大家 嗯 嗯 記起來喔 10月27號 禮拜三 晚上10點 我要送大家禮物 嗯 因為那一天是我挑戰 21天直播的 最後一天 就是第21天 所以我要在那一天 送禮物 送好 送滿 10月27 10月27 禮拜三 晚上10點 對 對啊 對啊 嗯 感謝我們沙夫人 一直不斷的提醒大家 對 點點關注刷刷愛心 到我的主頁連結 點進去 輸入貼圖888 送給大家 真的是送給大家 因為 坊間很多老師在教 賴貼圖的教學 欸 價格不便宜 真的不便宜 對 那你除了可以獲得我的教學之外呢 你有任何問題 比如說你被推薦啊 或者是說你不知道要怎麼樣進行下一步啊 什麼的 你都可以在我的官方帳號裡面向我詢問 可以私訊我 沒有問題 我都會教你 我人很好 被我交過的好朋友都知道 對 我一定幫你怎麼樣 陪著你不會到會 陪著你從不會做到會做 甚至變成玩家好嗎 對啊 就是自媒體玩家 我們玩在一起好嗎 對 不要把它想的太複雜啦 對啊 然後啊 真的好貼心喔 我覺得我要付你薪水 沙夫人我要付你薪水 真的是太棒了 10月27號晚上10點 抽獎 抽獎 對啊 我真的超級 我真的很佩服我的耐心 就是啊 通常不會的好朋友 他一定同樣一個問題 會問個大概100次吧 然後第99次我就說 沒關係 我再教你一次 我覺得這是老天爺 就是給我的磨練跟禮物 就是怎麼可以同樣一個問題 問這麼多次呢 好厲害喔 怎麼會這樣呢 然後我就會思考說 我到底要用什麼方法可以讓人家就是在短時間內從不會到會呢想盡辦法 真的因為很多人就是也許就是他完全沒有概念嘛 那你一定要透過一些方法讓他學習 真的是一種自我訓練 因為以往我們都是用講話 但是現在我們可以用短視頻 我們可以把一些教學變成短視頻 比如說教你怎麼剪輯 光是怎麼剪輯就可以有很多短視頻 比如說怎麼上字幕啊 怎麼配樂啊 然後怎麼樣去剪片啊 或者是怎麼樣去加特效啊 或者是怎麼樣去加封面呢 很多光是光是這方面 你就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短視頻 所以這些短視頻都會變成以後的什麼 教材 就是以後人家有一樣的問題 你就不用再講一次啊 是不是很方便 以後人家有一樣的問題 然後你就可以把這個短視頻傳過去 然後就解決了 然後他就會跟你說 嗯我還是看不懂耶 也是有這樣的狀況啦 所以如果看完短視頻教學 還是看不懂 看了十次還是看不懂 那就是要手把手帶著他 抓著他的手指頭 對就一直看 然後也有人就是看不懂 就是看不懂啊 看不懂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怎麼樣 我們可以把手機分享畫面 現在手機不是都可以分享 手機的畫面嗎 我都是這樣教 你的手機分享畫面給我看 然後我就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教你說 好你現在點這邊 對點進去之後來點這邊 對對對 然後再點這邊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我可以把你教會的 所以其實不用擔心 不用害怕 對我會陪著你 如果你希望我陪著你 就是經營這個 Tito自媒體短視頻的部分 你希望我陪著你 從不會到會 請記得 主頁連結點進去加入官方帳號 然後私訊我好嗎 私訊我 因為我們下一期的這個自媒體的 培訓課程 在10月30號 記起來 10月30號之前 一定要跟我聯繫 因為我10月30號開課 就是14天的課程 從不會到會 對 名額有限 對 感謝我們沙夫人 繼續提醒大家 記得記得 主頁連結點進去 輸入貼圖吧吧吧 輸入貼圖吧吧吧 對啊 我都開LINE 螢幕共享 因為真的有的人 就是搞不清楚 所以我就說來 螢幕分享給我看 不然我分享給你看 要嘛你給我看 我給你看 然後一個口令 一個動作 交道會 我也是都這樣 因為手機畫面 我看不到你的手機畫面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嘛 所以你的手機畫面 分享給我看 我就懂了 我就知道 你現在這個畫面 是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你關掉之後 要再怎樣怎樣 是不是很快就學會了呢 現在科技很發達 對 所以我們都是這樣子在教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學 不管是短視頻 還是說經營自己的帳號 你想要吸引更多人 然後你想要就是讓更多人認識你 或者是說你想要接更多訂單 創造收入 我都可以告訴你怎麼樣去完成好嗎 14天的課程10月30 10月30號就要開課了 我再說一次 10月30號 記起來 如果你真的想要經營自媒體 機會難得 越早越好 你如果等到明年 可能趨勢已經 就是都是別人的 也跟你沒有關係的也 對啊 所以就是越早掌握越好 我只能那麼說 這樣子 都清楚吧 對啊 你不要等到大家都在做 你才做 對不對 地盤都是別人的了 跟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是不是 市場 趨勢就是要越快掌握 而且要快到 你的對手都搞不清楚的情況之下 對 你的對手都搞不清楚 你已經掌握了 你就走在前面 贏在前面了嘛 對對對 10月30號 真的 10月30號之前 趕快跟我聯繫 因為我要幫你處理一些 就是課前的準備啊 我要幫你做課前準備 不是隨隨便便的 對啊 10月30號 10月30號趕快好嗎 10月30號 我再說一次 10月30號 OK 10月30號趕快 14天的課程 14天精彩的課程好嗎 有多精彩呢 給大家看一下 這麼精彩 字是反的啦 你看字是反的 我可以傳給你 我可以傳給你看 這個課表我可以傳給你看 第一天個人定位 然後還有就是 你的平台要怎麼樣起帳號 第二天爆款文案 第三天就開始教你剪輯囉 再來你要做作業 然後呢 教你怎麼拍 教你怎麼運鏡 重點是來教你怎麼肢體表達 多讚 然後記得你一定要做作業 然後我們就會開始幫你看你的短視頻 哪邊要調整 最後還有結業式 14天 14天讓你見證奇蹟 真的 我陪跑過的帳號啊 真的很厲害 我真的覺得他們很棒 跟著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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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鏡像就正了 真的假的 開鏡像嗎 開鏡像 欸我沒試過欸 我看一下 開鏡像在哪裡 開鏡像在哪 我怎麼找不到開鏡像 鏡像輸出你的影片 是這個意思嗎 鏡像輸出 我等一下跳出去怎麼辦 真的嗎 開鏡像 你是說 我現在點右下角 然後我鏡頭 不是開後置鏡頭嗎 是這個意思嗎 鏡像輸出你的影片 是這個嗎 是這個對不對 鏡像輸出 我怕我按錯欸 等一下你跳出去 10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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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欸我想試試看 我如果跳出去啊 就不要理我 哈哈 我怕我按錯 我打開 右下角 然後有一個鏡像輸出你的影片 是這個對不對 是嗎 我不是切換相機鏡頭對不對 我是用鏡像 是嗎 我想試試看欸 我想試看 是對不對 好喔我按喔 等一下爆炸 喔原來如此 你看我又學了一招 你看我的字變正了 我的字變正了 好開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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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對啊 成功了耶 喔原來是這樣 又學到了 又學到了 你看自己會怪怪 因為往往右他會往左 往左他會往右 喔又學到了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提醒 對啊你看 我又學到了 嗯好好玩喔 但是我自己左右是顛倒的啦 我往右他就是往左 我往左他就往右 沒關係這樣 喔原來是這樣喔 對你看到畫面是對的 對 看到畫面是正常的 好刺鼻有 有看到 自己還在適應中 我現在是在左邊還是右邊這樣 ok 好 有看到 10月30號 告訴你囉 10月30號禮拜六 你看 10點到6點 這麼長的課程 滿滿的知識乾貨交給你 教你做個人定位 喔 教你做帳號 對 然後 對 我要適應一下 慢慢移過來 10月31號 對 再來 教你 怎麼選題 怎麼做爆款 都交給你 滿滿的乾貨 再來 教你做剪輯 怎麼拍 怎麼剪輯影片啦 對 剪輯影片也很重要啊 總要會學吧 你怎麼不能都叫別人幫你做 實際操作 實際操作 然後再來很重要 你一定要做作業 你沒有做作業 你不能怪老師你知道嗎 因為師父領進門 修行在個人 我很嚴格喔 你如果要我陪著你 你必須做作業 你如果沒有給我交作業 你不要說是我陪著你好嗎 因為 你必須就是對自己的帳號負責 所以記得一定要做作業 然後再來 拍攝 拍攝的設備啊 還有你的光線啊 你也要學啊 怎麼拍才好看啊 對不對 我們都會教 再來 運鏡 運鏡是什麼意思 就是比如說你的鏡頭 要怎麼放 才會好看 然後還有很多案例分析 對啊 趕快喔 10月30號 哇這滿滿的課程 真的很精彩 對 對啊 然後再來 表演課 喔 對啊 我們這都國際講師 你不要鬧好不好 表演課欸 表演課直接就是告訴你怎麼樣做肢體表達 再來 你一定要做作業 你沒有做作業 你不要失去模 你只是來看看的 NO 你一定要配合 你一定要做作業 再來 我們老師會告訴你 怎麼樣去檢討檢視自己的影片 再來 檢視完之後你要調整啊 你要調整啊 你要調整然後再做影片啊 檢視調整檢視調整很重要 對 你要不斷的進步 最後結業式 嗯 14天的課程 滿滿滿的干貨 滿滿的 滿滿的 滿到你 喔 我很多好朋友就說 怎麼會有這麼好的課程 這麼好的課程 當然不是我講 是真的很多案例 海內外 已經有非常多超過上百個案例 都已經是成功的案例了 怎樣的成功 有的是 像我呃 我陪跑的帳號 短短四天 涨粉就破千 然後就變現了 就是說他就有收入了 你不用等到三年五年好嗎 等到三年五年 那個是以前的做法 現在不用廣告費 不用廣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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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講三次 因為為什麼 因為現在很多做網路行銷 都是在打廣告 都是在花很多錢 在廣告費上 我必須要說 學會這一套自媒體運營模式 不用廣告費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買粉絲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買流量 不用不用不用 所以 不要再懷疑了 因為很多人以為 以為我們在買粉絲 以為我們買粉絲 買流量 我們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對 所以就是 如果說你想要學習 不用花廣告費 不用買流量 不用買粉絲的一個 自媒體運營的一個模式 你想學 趕快 10月30號 真的啦 學中座 做中學 你不趕快學 以後地盤就是人家的市場 就是別人的 你的競爭對手 已經在做了 你還不做 你怎麼被淘汰的都不知道 真的啊 真的就是這樣 所以記得 送給大家好禮啦 主頁連結 點進去 輸入貼圖888 就可以獲得 我自己獨創的貼圖教學 對 手刀報名 手刀報名 10月30 10月30 因為已經有很多海內外的企業家 創業家 在卡位了 真的 你的競爭對手都在進步了 你在做什麼 你還在觀望 你還在買廣告 你還在請人家幫你代鈔 No 你趕快 如果你是老闆 你趕快找你的員工 找你的主管 全部手刀報名 因為他們會是你將來的自媒體運營的團隊 真的 不要再考慮了 趕快私訊 趕快私訊 手刀報名 10月30號開課囉 所以啊 今天啊 真的真的 非常開心 非常開心 大家來支持我們家的牙膏 然後還支持我的頻道 我的直播 對 用最少成本做最大的生意啊 沒錯 自媒體的魅力就是這樣 對啊 我們透過一支手機 透過網路 我們就可以做全世界的生意 對啊 趕快一起來加入 好嗎 哇那我已經播到12點多了 感謝所有好朋友們 嘿 一起陪伴 因為我今天是連續直播的第10天 第10天 不知不覺 我已經連播了10天了 每次播都兩小時 我已經播了幾小時 10天 兩小時 20個小時 所以 10月27號 是我第21天的大日子 我會送禮物 對 一支手機做全世界的生意 對 我們一起掌握全球市場 好吧 那麼我們今天的直播 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囉 對啊 感謝大家的支持 對 我今天直播到這邊了 對 那明天的話一樣 一樣是同一時間 同一地點 那我們一起在線上交流 有任何問題 趕快點我的主頁連結 官方帳號進去私訊我 恩 感謝大家 感謝沙夫人 晚安囉 我們晚安 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